很討厭 那怎麼辦,可不可以把它關掉 可以啊 可是關掉有誰關掉 特別注意喔 一請你在聚集裡面 資料口吸裡面有個編輯 把它編輯之後 那你會發現呢 編輯之後它會跳到哪裡呢 跳到一個叫Visual Basic的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實際上就寫VBA的環境 它叫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 一個 應用程式入境 在這裡指的就是Exale 那我們如果說今天要把它關掉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 編輯的時候會幫你跳出什麼呢 資料剖析的這個 Sub 所以錄下來的那個聚集 基本上就是一個Sub 那會有一個EndSub的結構 頭跟尾在這裡 那我只需要怎麼樣如果要關閉它的話 第一個 在第一行的地方 這個其實單一號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單一號開頭這些都 註解 請你在第一行的地方 打 一行程式 那一行程式呢 就是在我們講義裡面的這一行 叫Application.disapplication.f 那其實 大家主要是理解它啦 所謂的Application 指的就是Exale這個物件 因為你要控制 開關 誰可以開關 就Exale 那Exale在VBA裡面 它就用一個物件名稱叫Application 那它裡面有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就是說呢 你要控制它這個 這個 對 Alearn 那個叫Alearn 就訊息對話方塊 要不要開要不要關 就是由它來管 你把它關掉 等於False就可以 我寫一次給各位看 所以在這邊打一個Application 字不要打錯 所以你可能要 背下這單字 Application 其實現在我們手機App 其實就是這個單字 App 應用程式 如果你字沒打錯 你把它點一下 點完之後 它會有清單出來 有沒有 表示你字沒拼錯 但是你打完之後 點下去 其實它沒理你 字拼錯了 OK 一定是 然後Displace 也不用 不用背 你打個DI就可以了 DI有沒有 這個清單會自動幫你找到 那個 後面需要的屬性名稱 就是叫Displace Displace顧名是一碼 就是要顯示 而Learn的話呢 就是那個東西 那如果你把這個DisplaceLearn 點兩下 打個等號 等號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一個開關 它會問你說 請問你要開還是要關 那我把它關 關的話是什麼呢 就是False 所以其實在Excel裡面控制 其實就是True跟False 這樣就是 開關 True True就是 要嘛 False就不要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開關 把它關掉 關掉 但是特別注意喔 你把它關掉之後 它以後呢 就再也不會打開 所以 其他的地方 只要是Alone需要跳出來 它再也不跳出來了 那你們好像什麼 要不要刪除工作表 它會跳出 是否刪除 如果你這邊 設為False 它以後不會跳 直接刪了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恢復正常 很簡單 在End Sub 結束的 上面一行 有沒有 把它再打一個 打開 習慣上會現在 就是先關 所以呢 它在執行程式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 你就再把這一行 複製一下 再等於 True 就是在當它要執行之前 先把它關 當它結束之後 再把它開 開的話就恢復原來的狀態 你如果不開的話 變成就是不顯示 就這樣子 你的Excel就怪怪的 因為你看 奇怪 奇怪它就直接刪掉了 不再提示了 當然如果你覺得OK 那你就不用開 沒關係啦 這就是一個概念 好做完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就把它關掉了 OK所以其實就加兩行 就開 先關 再開 好那做完之後 先清除 再按資料剖析 按下它 剛剛會跳的 現在會不會跳呢 不會跳 怎麼發現